老了以后,儿女不喜欢我们了,怎么办? 即将老序的我们,如何和孩子处理好关系呢? 学着做好以下的这十点 即使到了冒蝶之年,仍能活得舒坦,活得潇洒,活得有尊严 第一,要切记,岁数大了不是本钱 这年头什么都值钱,就是岁数不值钱 心里千万别有那么多的应该,或者是不应该 岁数越大,越应该稳重 在外面呢,有人喊女生老先生,老奶奶是对方的选择 年轻人凭力气抢先占优,那是生物本能 有人给你让个做,那一定要说声谢谢,不要以老卖老 第二,要切记,想当年不是人人都爱听的话 如今不是一苦思甜的年代了,没有人愿意享受你的光荣历史和坎坷经历 时代毕竟不同了,你吃过的野菜,现在变成了高档的佳肴 你肯荣荣田,现在变成了破坏生态 因此啊,想当年的话题啊,要适可而止 毕竟啊,当年不如当今更实际 第三,要切记,少管闲事,特别是家中的闲事 孙辈的教育是子女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 与子女相处,千万不要喋喋不休 大事上表个态,听不听的别计较 子女征求你的意见就是敬重 要主动追求个清闲自在 老了还要少管别人的事情,不操心老天爷的事 有时间和闲情啊,多操心一下自己才是正道 第四点,要切记,年轻人一定比你忙 别抱怨孩子忙,没有花时间陪我们 现在是孩子拼事业拼学业的阶段 此时就应该把时间花在正道上 如果你想孩子了,可以打个电话 千万不要为这种事较真,拿自己去做比较 记住抱怨多了,会两败俱伤 多给孩子一个花时间的宽松环境 今后呢,盼望的次数才会越来越多 第五,要切记自愿付出时,别想着回报 所以啊,帮子女做做饭,洗洗衣服 照看孩子这些苦活 如果不想干了咱就不干 干了呢咱就不求回报 可千万别当子女的面倾诉 记住付出是送给别人的东西 千万不要想着再找补回来 那会让所有人都不愉快的 第六点,要切记,不要总想着改变别人 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只能改变自己,而不能改变别人 不喜欢老伴做事啊,丢萨拉似的 不喜欢孩子们老吃路边的小摊美食 不喜欢别人不按自己的想法做事 其实啊,不喜欢的东西有很多 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活法 原本没有绝对的错误 改变不了别人就试着改变自己 别老操心别人的事,坏了自己的心情 第七点,要切记,待人处事别太抠门 钱多钱少都要有爽快大度 对朋友要大方,对家人要大方 对自己呢更要大方 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别老是想着省钱存钱 记住你对别人大方 别人才会对你大方 世上呢,没有免费的午餐 享受和谐快乐 也要掏银子出本钱 把数得过来的养老金花出学问 可是一种智慧 第八,要切记,拉拉踏踏不是小事 人老了懒点可以 但千万别懒在穿衣袋帽 洗刷卫生上 你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也可以,但一定要记住 穿衣袋帽一定要整洁而干净 第九,要切记 千万别像存钱那样存着破烂 有道是破虾值万贯 不常用的东西 闲置的东西啊 能尽快地处理就尽快地处理掉 多余的物品 让你感到疲惫的物欲和繁重的执念 整理不是简单地扔东西 而是有选择有意识的 为自己保留合适的物品 只有果断地舍弃掉你不喜欢的东西 才能让你的生活被你的喜欢的东西做填满 第十点 一定要切记 别老想着靠子女消除寂寞 根本呢 还得靠自己 现在的社会上 多种养老方式 如老伴 新伴 子女 亲属 保姆 组织 社会等 分析的结果 根本还得要靠自己 广交朋友 储蓄有意 才是老年人应当尽早做的事情 当你不能再细细抖动的时候 依然可以给新老朋友打个电话 去交流喜欢的美好话题 守住自己的老伴 老本 老窝和老友 同时有自己的兴趣追求 这样你的老年生活呢 才会更加丰富多彩